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才能真正做一个不合群的人呢 不仅是独来独往 还得内心通透 多看一看乌鸦的智慧 一 如果你被人孤立 说明你需要改变自己了 森林里 一只乌鸦向朋友搁置告别 说 动物们太不友好了 说我的声音难听 所以我要搬家 鸽子说 其实如果你不改变自己的声音 不管飞到哪里 都不会有人欢迎你的 乌鸦听了 沉默了 这就是乌鸦定律 比起抱怨别人 更需要反求诸己 我们经常用乌鸦嘴来形容那些乱说话的人 凡事都往坏处说的人 这样的人 在任何群体里都不会被欢迎 被孤立之后 一个人体现出不合群的姿态 这是很可悲的 因为他的本意是要接触群体 成就自己 也想得到群体的温暖 当你发现自己有乌鸦嘴的情况 是可以彻底改变自己的 情况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其一 学会闭嘴 安静地听一听大家说什么 做倾听者 你会变成大家心中的礼貌人 其二 多说正能量的话 哪怕你的声音不太好听 也会因为言语有力量 得到大家的认可 声带是固定的 但是发声的内容是可以改变的 其三 学会用肢体语言表达自己 比方说 给弱者一个拥抱 给要参加比赛的人一个鼓励的眼神 一个人排挤你 可能是对方没安好心 一群人排挤你 就是你没有得到大家认可的征兆 坚持做一个善意的人 哪怕你的外表很丑陋 声音不悦耳 还是会得到接纳 毕竟 日久见人心 路遥之玛利 二 如果你非常优秀 说明你要离开低层次的圈子了 有一句很著名的话 在乌鸦的世界里 天鹅是有罪的 这一句话带给我们启发 当你从某个群体里脱颖而出的时候 意味着你要去更高层次的圈子了 原有的群体会拖累你 人往高处走 就得舍去低处的圈子 并且持续不断进行 一只天鹅非得要和乌鸦在一起 那么最终的结局有两个 要么被乌鸦逼得走投无路 要么被乌鸦通话 两种结局应该都不是你想要的 因此你要选择退圈 我的一个老乡 在乡里的农贸市场开了一家蛋糕店 因为生意很好 被周围的店铺嫉妒 还有人故意往他的店铺门口丢垃圾 影响食客的胃口 老乡和周围的店家吵架 面红耳赤 经过一番思考 老乡去了市里开蛋糕店 竞争的压力大了 生活苦了一些 但是赚钱更多 更重要的是 在陌生的环境里 人与人打交道也简单多了 俗话说 强者 人抬人 弱者 人才人 作为一只优秀的乌鸦 或者是一只天鹅 都不要想办法去改变周围的群体 而是远离原有的群体 去寻找新的群体 然后人生就有了新的台阶 我们常常有这样的认知误区 低水平的人面前展示自己 在普通群体里做大哥 您当鸡头 不当凤尾 可是那些普通的人群上班就是混日子 安于现状 或者有小农思想让你失去了热情 唯有去高层次的群里 才会发现自己的差距 找到发展的方向 三 如果你生活幸福 说明你做好自己就够了 漫画家基米说 一个人总在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 一回头 却发现自己正在被别人羡慕和仰望着 生活就是如此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或者不幸 你所羡慕的只是别人幸福的那部分 而人家的不幸 你又何曾看到与体会 人之所以痛苦 不过是看到了别人身上自己没有的东西 却忽略了自己身上别人没有的东西 邻居王女士病重 她的好朋友刘女士来看望她 两个人一辈子都很要好 刘女士知道王女士的病很重 就说了许多安慰的话 王女士的丈夫是公投 赚得多 家境也阴湿 可美中不足的是 只有两个女儿却没有儿子 刘女士两口子都是普通工人 家境并不富裕 但两个孩子都是男孩 谈话的时候 刘女士羡慕王女士家里富有 什么都不缺 可王女士却说 自己一直都羡慕 刘女士有两个儿子可以虚相活 你看 无论你的生活是贫穷还是富有 总有自己的不如意 也总有让人羡慕的地方 所以 不要总盯着别人的优势去羡慕 也不要将自己看得一无是处 只会把自己的心态搞坏 反而忽略了你真正拥有的幸福 人生不怕卑微 就怕失去希望 每个人都有自己合适的路要走 人人都在为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努力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你羡慕别人的锦衣玉食 说不定别人也在羡慕你的自由与洒脱 一个人 无论你身处何境 总有别人无法拿走的东西 比如思想 比如人格 所以 永远不要站在自己的烦恼里仰望别人 只有这样 你才是自己人生的主角 小时候学过两篇课文 乌鸦和狐狸 乌鸦喝水 乌鸦叼着一块肉在树上停留 树下的狐狸使劲吹捧乌鸦 说 先生 你唱歌太好听了 羽毛太美了 乌鸦一高兴就唱歌 嘴里的肉掉下来 被狐狸叼走 一只乌鸦口渴了 看到一个瓶子里有一半的水 于是找来石头 掉起来 放入瓶子里 水慢慢上涨 于是乌鸦喝到了水 后来 人们百度撰了一个新乌鸦喝水的故事 反驳乌鸦的愚蠢 说应该飞到河边喝水转变思维 第一个故事 说明乌鸦在幸福的时候 被狐狸欺骗了 定力不够 第二个故事 说明乌鸦已刁石头 然后喝水为快乐 外人并不知道她的快乐 很喜欢一句话 人生短短几十年 最要紧的是做自己 不合群的人以现有的状态为快乐 那就不要被旁人的指指点点所困扰 毕竟一枝独秀也是风景 繁花似尽还是风景 只是选择不同而已 做自己就得有孤方自赏的勇气 而不是打扮好自己 然后问周围的人我美不美 人家说你美是虚似 人家说你不美你又不高兴 两面不是人 人与人的悲欢是不尽相通的 你守住了自己的悲欢 是对自己最好的善良 花美鸟不是乌鸦 因此不知道乌鸦 咕咕挂的美好 别人不是你 因此不知道你的境界 不能精准地认同或者否定你 根据不同的情况 改变应该改变的 坚持应该坚持的 给自己更多的快乐 创造更多的美好 有一位名人说 无论乌鸦怎样用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 乌鸦毕竟是乌鸦 做一只积极向上的乌鸦 自己喜欢就好 别管孔雀活成什么样子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你永远不会孤单 你永远不会孤单 你们愿居会